柯文哲現在就是一個素人 你既沒有辦法 為我治理的這個州 或這個是帶來任何商業的投資 你有辦法給我帶來 也沒有辦法帶來政治的利益 那我幹嘛跟你見面 你民眾黨你在美國沒有人脈 請問你要找誰去幫你安排 所以我覺得柯文哲這一趟去訪美 其實可以不用去 但是因為我的研判是 他很想選總統 所以他還是想要選總統 所以他還是非去不可 所以我覺得最近認知作戰越來越多 為什麼呢 因為中國現在面臨到內有歪患 經濟搞不定 政治方面也出現問題 那請問一下東老師 因為我覺得蠻大的一個壓力 是美國對於臺灣的態度 包括蔡英文現在說 要跟這個麥卡錫來會面了 但是最後拍板說 是在加州來會面麥卡錫 那現在原因也曝光了 因為是考量到美中臺的三方關係 所以最後選擇在麥卡錫 最後選在麥卡錫選在加州的地區 那其實現在美國國務院 也說臺灣官員過境美國 其實也不是新鮮事 好 再講蔡總統訪美之前 我先補充一下 剛才那個就是中國的那個政協 他提案 他的提案是怎麼提的 他是說開戰以後 要這個列出所謂的臺省分裂勢力黑名單 請注意他講的是臺省分裂勢力黑名單 按照這個標準 臺灣有百分之九十七的人都要槍斃 為什麼 臺 臺省分裂勢力指的是說 只要你不是贊成一國兩制統一中國 而且統一在中華人民共和國 我們臺灣審嘛 我就要槍斃你 他是這個意思 按照這個標準是超過百分之九十七 因為民調臺灣 就是說可以接受一國兩制的 不會超過百分之三 所以那個政協 我覺得那個政協人士沒有把臺灣人當人看 而且是全部不當人看 所以說我覺得這一點 這個恐怕我們自己要堅定抗中保台的這種信心 抗中保台其實沒有錯誤 好 這個蔡總統的訪美 其實看起來已經規劃了很久了 而且是作為提升這個臺美關係的一個重要的突破 重要的指標 但是我覺得有趣的是說 裡面有一個美尬 就是說兩個禮拜前傳出說 這個蔡總統會訪美 本來是說是在四月底 烏拉圭總統選舉 有沒有 然後蔡總統本來就要出訪 然後就經過美國 那是四月底 為什麼會突然會把它改成是四月初呢 為什麼 所以說除了台美關係的正面突破要考量之外呢 其實我在想美國政府 他現在正在逐一的在修理臺灣的親中人事 因為兩個禮拜前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宣布四月初要訪問美國 這個真是太巧了 那把蔡總統 就是說提前到這個四月初的話 那個時候 全部的焦點都會放在蔡總統 這個訪問美國 誰還會李柯文哲訪問美國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美國拜登政府 除了在看這個台美中三藩關係的這個互動之外 他其實也有在看我們臺灣內部的一舉一動 尤其跟美國相關的 那這次等於是說這個我覺得還要特別注意到 那個麥卡錫 美國議長麥卡錫 他是怎麼說的 他是說他們已經決定了 他要先跟蔡總統四月份在加州見面 可是這並不影響我後面的訪問臺灣的計畫 訪問臺灣計畫還是有的 可是他還要先見面 所以說這也是一種 等於是說這個中國跟美國之間 他們的下棋的方式 就是說中國你會擺出一副說威脅的態勢 惡霸的態勢 那好 美國這邊就一步一步來 慢慢一步一步的折磨你 所以說我覺得這個是美國國會 還有美國政府 其實他們相互之間的一個 我就是經過非常精密的計算 所以說在這種情況之下 怎麼樣的更有力的來促成台美關係 穩定的進展 然後來促成我們的總統蔡總統 訪問美國的順利 我覺得是美國政府的考量 好我們請教一下晃哥 因為其實蔡總統這樣的行程讓大家說 其實很多人可能柯文哲他也想要方面 當然也想看到這樣的層級 但現在居然爆出說行程安排未如預期 因為很多人說因為雙方見面的層次落差太大了 一定會比較嘛 所以柯文哲防美的效應會不會被拉低呢 現在看起來好像真的 不是說他見不見得到 是人家不見你嘛 很多藥角已讀不回 什麼經過很多的州長 市長 德州 休士頓市 波士頓市 大家已讀不回 而且還拜託了這個商業的力量 民眾黨立委 吳欣穎還有這個政界的第三方力量 感覺起來好像這個門有點敲不太開嘛 其實政治是很現實殘酷的 美國柯文哲想見的包含州長 包含市長 其實大家都很忙 那他沒事幹嘛 大家都很忙 對 他沒事幹嘛見你 他沒事幹嘛見你 我有事更不可能見 對 那要見 就是說美國的政治人物 要不要跟臺灣去的政治人物見面 基本上兩個原則 第一個原則就是基於政治的考量 或是政治的利益 就其實互相 就是說你看 以麥卡錫來講 因為裴洛西她是前議長 她來臺灣 那麥卡錫你如果不來的話 或是說你不跟蔡英文見面 在政治上你是會被扣分的 大家會覺得說你膽怯 你怕中國 那同樣 雖然見柯文哲的敏感度沒有那麼高 可是對於這些州長或市長來講 他跟柯文哲見面有沒有政治上的利益 因為柯文哲現在就是一個素人 你既沒有辦法為我治理的這個州或這個事 帶來任何商業的投資 你有辦法給我帶來 也沒有辦法帶來政治的利益 那我幹嘛跟你見面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柯文哲過去這個特別是 我覺得這是應該是刻意安排 他在放出即將要訪美這個消息之後 同時放了一個說 臺灣的未來是採取跟大國等距 那美國人會看不懂 什麼叫大國等距 那你指的大國是哪些國 是如果用我們的解讀來講 可能是臺灣跟美國跟中國保持等距 問題是現在全球的地緣政治的變化 已經無法讓你跟美國中國保持等距了 你現在已經無法保持等距了 所以你這個說法 你會讓美國準備 原本可能有意跟你見面的政治人物 他可能覺得奇怪 那我幹嘛跟你見面 因為你違反我美國的基本國策 好 再來 最重要的是人脈 你民眾黨或是柯文哲自己 長期以來你在美國有沒有人脈 看起來是沒有的 周台竹雖然以前是外交官出身 可是他離開外交領域已經很久了 而且他也不是駐美的 所以他在美國的人脈 就算有可能也是十幾二十年前的人脈 那個大概都已經不要改朝換代多少次 你沒有人脈 請問你要透過什麼樣的管道去安排 因為不管是民進黨或是國民黨 因為民進黨現在自己執政 所以我們有官方有駐美代表處 然後民進黨有駐美代表 那所以人脈沒有問題 再加上美國有一個發帕組織 他們在國會其實也都很熟 有人脈 那國民黨有駐美代表 那國民黨以前也執政過 所以他有他人脈都沒有安排上不會太困難 可是你民眾黨你在美國沒有人脈 請問你要找誰去幫你安排 你請公安公司嗎 公安公司第一個開價很貴 第二個公安公司也未必能安排到 他也未必能安排到 公安公司可能遊說法案有效 但是你說安排見面他未必能安排到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柯文哲見不到重要人物 這很正常啊 難道柯文哲你還有一些不服 不切實際的期待嗎 你覺得你可以見到白宮的國安會的人嗎 你覺得你可以進到國務院嗎 別傻了好不好 你能見到州政府就很不錯了 所以我覺得柯文哲這一趟去訪美 其實可以不用去 但是因為我的研判是他很想選總統 所以他還是非去不可 但是你去的話 因為剛好那個時間點又很有趣 因為他四月八號出發 到美國大概是四月九號十號左右 剛好是小英總統訪美回來 應該從加州剛回來的時候 所以那個比較會很殘酷 那個比較會很殘酷 當然你把總統跟一個卸任 台北市長放在一起比較 平常心講 我幫柯文哲講一句話 對柯文哲不公平 因為現任的元首跟卸任的台北市長 還是有差別 但是如果柯文哲你如果硬要拿一根蔡英文比較的話 那就歡迎比較對不對 那到時候你只會自取其辱而已 所以我覺得柯文哲從這趟 他確定要訪美 而且一去去二十天 證明他應該回來沒多久之後 應該就會宣布要參選總統